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梁骏 今天我们要聊聊几件大事 首先面对美元的强势 中国的中央银行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 来应对美联储维持更高的借贷利益 这一决策背后不仅是货币政策的调整 还有对资本外流和贸易冲突的担忧 接住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将日本和印度 称为台外国家 认为这两个国家不欢迎移民 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最后被史密森尼机构突然取消的亚洲美国文学节 将在今年九月强势回归 并将在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多地举办 这对于亚裔作家和出版界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经济的大棋盘上 每一步走得太快或太快或太慢 都可能引发严肃反应 最近南华早报导了一则令人关注的消息 随着美元强势的持续上升 亚洲地区的经济稳定性受到了挑战 甚至出现了疑似干预汇率的新闻 中国央行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维持较高借贷利率的背景下 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一直试图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但同时也非常关注资本外流和贸易冲突的问题 分析师预计 人民币的逐步贬值将帮助行业解决过剩问题 并抵消国外新贸易保护措施的影响 然而如果人民币贬值过快 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保护主义措施 从而减少汇率贬值带来的好处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一次讲话中将日本腾为台外的国家 这些国家不欢迎移民 将他们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国家相提并论 据美联社报道 拜登试图解释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 并将他们与美国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进行对比 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人们对于移民政策和国家间的相互认知有了更深的思考 在法律界南华早报又带来了一则重要消息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 Mayor Brown宣布将分拆其在香港的业务 随着许多国际律师事务所重新思考或减少在中国的业务规模 Mayor Brown的这一举措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该公司在香港、北京和上海拥有近170名律师 该公司表示计划通过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在香港继续开展公司及其他业务 如果此举获得监管批准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称为Johnson Stokes Master预计将在明年独立运营 这些变化和事件揭示了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复杂性 从货币汇率的波动到国际移民政策的差异 再到全球法律服务市场的调整 每一件事都在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生态 在这个互相依存又充满竞争的世界里 各国和企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住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汽车产业中命名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特别是当这些名字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时 据雅虎美国报道 本田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电动车EV因其令人费解的意见的 因前缀而备受诟病 如今决定放弃这一命名方式 本田前采用更直接的命名方式 即使用一个字母加一个数字 这一转变发生在电S2在中国市场推出后 预计将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然而汽车行业中仍然存在许多令人混淆的电动车命名 例如捷豹的燃油车E-PACE和电动车E-PACE奔驰的EQ BANSA TV以及丰田的BG4X 而在文化领域一场意义重大的节日即将复兴 据美联社报道 由于行政后勤原因 亚裔美国文学节去年突然被史密森尼学会取消 但今年9月将再次举行 这个节日汇集了来自亚裔散居地的作家出版商等文化人士 本次活动将在美国多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举行 去年的取消让组织者和参与者措手不及 蒙受了经济损失 新的举办方式 旨在让更多来自不同社区的人参与到节日活动中 这两则消息虽然涉及的领域不同 但都体现了适应性和包容性的重要性 本田公司通过简化电动车的命名 让消费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这不仅是场反馈的响应 也是对消费者需求的尊重 同样亚裔美国文学节的复兴和扩展 展示了文化活动的韧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为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这两个例子都强调了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无论是在商业还是文化领域 试镜和包容都是成功的关键 谢谢您的收看 但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融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refeat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